警队在7月1日将会全面采用中式暴操 进一步体现各级人员的国家观念和彰显民族情感 在2021年的2月 接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教授的中式暴操培训班 学习中式暴操和升旗 两种暴操的方式分别比较显而易见 中式暴操的齐步走行进时摆被较低 大致摆至腰间 而并非以前港式暴操摆至坚平 另外中式暴操的敬礼 右手手心是向下的 与港式敬礼时手心向前是截然不同 护其方队是由27名人员组成 包括一位指挥员 六位升旗手和20位护其人员 在歌唱祖国的奏落之下 护其方队整齐一致 以齐步和正步进场 进行中式升旗仪式 张建民族情感 训练已经开始了 包括升旗的演练 正步和端枪练习 需要努力专注每一个动作的细节 包括个人和队伍的配合和一致性 要花很多的努力 不断练习配合各歌演奏的时间和接拍 确保将各旗和区旗 准时在上午八点钟 同步升旗旗刚顶 能够参与其中 我们当然会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我们的确在训练当中投入了很多努力 学习中式步操的站姿和动作 中式步操的所有动作都建基于站姿 除了要保持停胸 收幅和昂首之外 更加要表现自信和坚毅 而且站姿和动作一致 步伐必须要稳健和鏗窗有力 正步也是关键位 要掌握好正步 人员的动作必须要整齐一致 压着脚尖踏出某一步 并用力用脚掌着地 每一步都要摘地有声 过人之外 队伍也要整体性一致性 另一个重点是学习 聆听和发出不同的口令 发出中式步出的口令 那时候必须要发音哄量 并讲求高低音的节奏 和运用 我们每一位学员 都以正式采用中式步操感到光荣